第四章 母親 大家好 我們繼續《打開聖經》 今天我們開始講《路加福音》第四章 耶穌在匪野受試探 聖經這樣講 耶稣充满圣神 由约旦河回来 就被圣神引到旷野里去了 我们知道约旦河 这一条河在北边是加里勒亚湖 往南边是死海 为什么耶稣临完洗以后 圣神要带领祂往旷野里去? 那往加里勒亚湖不是更好吗? 那个地方是鱼米之乡 而且在范州湖上很美的 那个地方不管是人文还是当地的景色都很美 或者往南去死海 也可以很逍遥的地方 可以在那个地方不是更舒适吗? 可是圣神却带领耶稣往旷野里去 为什么要往旷野里去? 因为在旷野里面 那个地方没有人烟 如果你去圣地的话 去那边你会看到 那边荒秃秃的 整个都是一片荒秃秃的黄色的 然后就算那个丘陵山上也几乎都不长什么东西 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基本上是说一个人就完全脱离了周围的人的影响也好 还是说来自人的安慰或者慰藉也好 把这些都拿走了 因为我们知道在耶稣在最后的时候 祂要走苦路的时候 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抛弃了祂 包括祂的门徒都抛弃了祂 那我们讲说在旷野里的四十天 圣经有讲到在那里的确没有吃的 然后也受到很多魔鬼的试探 但是也是在我们把周围的这一切 我们平常生活所依赖的这些拿掉以后 也是人跟天主相遇的时候 所以在圣经里面的传统里 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在旷野里面的四十年的时候 很多时候把这四十年人们认为 那是四十年以色列人和天主的蜜月期 他们在一起非常紧密非常甜蜜的时候 所以耶稣在旷野里面的四十天 试受魔鬼试探的四十天 也是在不断地聆听天主的声音 和天父更加紧密的时间 那我们说耶稣在旷野里面四十天 听的是什么声音 我们知道在灵洗的时候 天父讲过一个声音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所以在旷野里的四十天 就是耶稣让这个声音 不断地进入祂自己 充满祂的整个身心灵 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在后来的整个祂传教使命里面 不管是多么成功还是多么失败 祂都知道说这一个声音是最重要的 在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灵洗以后 我们在耶稣基督内 所成为一个天主的孩子 就是让这个声音不断地进入我们内 所以当我们成功的时候 也就不会忘乎所以 说我成功 很成功这一切都是来自我多么能干 那同样的 当一个人很失败的时候 我们讲说好像曹操拜走花龙道的时候 也不会一蹶不振 为什么不会一蹶不振 因为我们有这个声音在我们内 这个声音是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那我们在这个时候看到 耶稣有很成功的时候 我们知道祂治愈病人 驱赶魔鬼 然后跟随祂的人好多 然后祂不管走到哪里 跟随祂的人一大群 然后人们想把祂拥戴祂生的声音 祂作王 可是耶稣却退到山里去祈祷 同样的 当祂最后走在十字枯路上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抛弃祂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可以打倒祂 因为祂知道天父的声音和祂在一起 所以在我们也是一样的 每一天当我们走过人生的时候 当这个声音在我们的心里面 在我们的心里面最深的地方 我们就不会被周围的人所牵引 然后是任何时候 不管是要寻求他人的赞赏 寻求他人说自己的好 所以这些都不重要 当我们失败的时候也不必气馁 所以每天早晨醒来以后 你看天主造人造得真是奇妙 醒来以后第一个器官 首先开始工作的 不是眼睛 眼睛还睁不开 也不是嘴巴 还没有准备好要讲话 第一个器官是耳朵 所以我们醒来以后 第一件事情是要听 听什么呢? 就是听这个声音 在耶稣基督内 祂是我的爱子 祂是我的爱女 祂是我所喜悦的 如果我们过着一天 让这个声音在我们的心里面 在我们的灵里面 在我们的一思一言一行里面 都能够带出这一个声音 那我们的生活实在是美好的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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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